Hello 大家好 我是航天宝宝 这期视频呢是想回答一下 有些朋友提出的问题 在我有期视频结尾的时候 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本书 然后评论区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条评论 引起了我的关注 他说搞半天你说这么多 就是想推荐我买本书 做纯属是自愿 没有任何强求 还有一条评论是这么写的 我看过很多博主在视频里卖东西 吃的喝的玩的 就是没见过卖书的 那我今天就来聊聊 为什么我会在视频里挂上书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是否注意到 网络上各种短视频 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 甚至还加大了我们的思想惰性 那大数据呢确实是好东西 它确实能抓住我们情绪上的弱点 无论是容貌学历 还是就业方面都能给我们制造焦虑 你看了什么 然后就给你推送相关的一些相似的一些视频 但今天这个视频我并不是想讨论这个 因为真正可怕的是大数据抓住了我们认知上的一个弱点 我们玩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 不就是图个乐呵乐呵吗 对不对 看到好的点个赞 那大数据就记住你了 接下来它就会把所有相关的一些方面的东西都推送给你 像洪水猛兽般的给你推送一样好看的皮囊 渐渐的你能看到的内容就趋于同质化了 特别是现在的短视频越来越内卷 用博人眼球的内容就是想吸引你那有限的注意力 认为我讲到位的可以点个赞 你以为你看懂了 而实际上那些真的会让你提高吗 可能中间会穿插一些教你学英语的 学理财的一些短视频 不用太久的时间 你就会忘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记住那些出现最多 最容易记住的信息 这就是可得性启发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丹尼尔在他的书中思考 快与慢的问题就提到了这个可得性的偏见 他认为我们大脑的决策有两个加工过程 一是启发性和二加工性 在丹尼尔的书中呢 就把他们简单的称为快和慢的系统 快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快系统指的是我们用直觉思考 我们大脑天生也爱偷懒 都爱用快系统进入超快的思考模式 更何况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我们大脑本来就是放空的一个状态 那慢系统呢 就是需要你有意识的思考 是要付出努力的 就像现在看我的视频 你是需要思考的 我知道喜欢看我视频的人 都是喜欢思考的 喜欢学习的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谁能拒绝措手可得的快乐呢 只要动动手指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思考惰性不仅让我们容易 陷入感官刺激的快乐 放弃加工思考的愉悦感 更容易让我们失去认真决策的能力 你曾经有没有过这样一种行为 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就能经常碰到直播间 抢9块9的东西 按照我们快系统思考的第一直觉就是 哇 这个东西好便宜 真划算 那我一定要买 不然就吃亏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 当我们把东西买回家 在用我们慢系统冷静思考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 表面上是9块9的东西 9块9的玩意 但是 从认知层面上来说 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失去了 主导决策权的能力 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各大平台的算法 导致了我们的信息算法 我们可以通过点赞来操控 就像我们看到的内容 像现在 一键三连 我的视频 那大数据就记住了你 它就会给你推送 像我这样输出干货知识的视频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算法 但是我们可以先改变我们的自我意识 改变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的行动 那么看书呢 它是属于快系统和慢系统 哪一种类型呢 你们心中有答案了吗 你买本书回家 慢慢看 想起来一些情节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反复的看 当你忘记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再次阅读 既然我有这个平台 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与大家一起分享 难道不好吗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